下班回家懒得做饭 或者是不知道吃什么的 您学会了我这个懒人焖饭 这事儿就完全不存在了 虽然它是简单又营养 但要做的好吃 它还是有几个小妙招的 这边是大米 我们已经把它洗好了 电饭锅 这是咱们用的工具 这食材丰富性 就看您家的冰箱了 有什么咱们可以放什么 大学生是不是可以用电饭锅 就给宿舍去 偷偷用电饭锅 偷偷用电饭锅就太好了 你做这一锅比你点外卖 又省事儿 又营养又好吃 而且可以全宿舍一起分享 今天我们用的是辣茬 香气更足一点 如果你没有辣茬 比方说午餐肉 还可以做辣条版的 我们把这个茬呢 分成两种切法 这是为了好看 说我只为了好吃 不为了好看的话 你可以直接全都切成丁 我们一直是随行啊 既要颜值又要内容 会不会最后我变成 那个颜值最低的那个 那不可能 还有摄像老师了 哦有垫底的 这个切片啊 好了 我们的食材呢 都切好了 下面我们就有一些 小的处理技巧 跟人家不一样了啊 洗好的米 直接呢 我们把辣肠放在米里 很神奇吧 像有些人做的 把米放底下 把食材往上一扑 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确实就完蛋了 当然那样做 确实更懒更方便 但是你会发现 它吃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有层次感 然后呢 调味也在这调 我们直接去加点盐 两克 腊肠有咸味 你看杨老师越来越聪明了 腊肠有咸味 放一点点生抽 增加齿香味 20毫升 老抽是为了增加颜色的 5毫升到10毫升 这个看你自己 蚝油增加它的鲜味 也有咸味 30克 这些齐了 我们用手 把它去抓板均匀 像包仔饭的料汁 有点像 它是一个结合版 广东的包仔饭 北方的折罗 再配上西北的抓饭 这个把它抓匀 就可以了 接着来这一步 你以为是把它 都扔过来就行了吗 不是 怎么走了 我洗洗手 手有米粒 两个土豆和半个洋葱 我们给它放三克的盐 放上两克的糖 咱家有黑胡椒吗 你可以拧它两下 来一下一点香油 10毫升 拌匀 这就好了 接着咱们的电饭锅 该出厂了 这一集没广告是吧 好 那就好办了 家里有什么电饭锅 就使什么电饭锅 那咱取出来 便于给我们的摄像老师拍摄 让你们看得更清楚 先把咱们用油拌过的 土豆和洋葱铺在底下 这样的油起到了 一个不粘锅的效果 接着来 就是我们的米饭 铺在这个上面 好了 接着我们来填其他的料 这种料就比较简单了 你就往上堆就行了 但是你可以给它分成 不同的位置去堆 让颜色错开 让这锅饭看起来 五彩斑斓的 中间我们留了个小空单 干什么的呢 就是我们的腊肠片 买出一朵小花的样子 行人节 做这么一份饭 也行啊杨老 你可以试试 你说别人都送你一个 不能吃的 我送你一锅 能吃的饭花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加水 这个水的量注意啊 跟米 1比1.1 也就是今天我们加了 一斤的米左右 然后呢你的水量就是什么 一斤一两 这样的话米饭呢 出来之后呢 颗粒感比较明显 剩下的我们就交给它吧 我们一键启动 等着吧咱们吃饭吧 把它扔到这 正好吃完饭也差不多了 不装吗 真的啊 不插电玩 不插电玩的 时间到 咱们现在开开看看 五颜六色了 来来来 上上眼 扇个味 它搅匀 咱就可以开搓了 好 好